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要准备下山了 呃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 快四点钟了 我们准备在天黑之前下山吧 今天说滑雪都没滑多久 就去玩了一玩就回来了 嗯 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哈 就是 一个是我们准备回成都有点事情 本来想开单车回去的 然后又过来 但是没想到房车的柴软出问题了 就那天用完油之后啊 然后我们用新加的油之后 应该这两天太冷了就结腊了 那个柴油 加的零号柴油 应该加零下的 对 在这边好像也没有富豪柴油的嘛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把房车拉回去算了 我本来还想的是过年年又来玩哈 这个走得了吗 这个冰 都把两个连在一起了 走得了 这两天一直在下雪 路上全是这种冰雪路面 然后今天的雾也特别大哈 我看天气一报这两天啊 都是这样子 而且过两天会更冷 那个裁暖的话就完全用不了了 开空调的话 这么冷的天 开空调效果也不好 也特别费电 哎 走吧 慢慢开 下山吧 对 雾太大了 见连天气都一直这样子 所以去滑雪的时候都有点看不清楚 你好 后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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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反正还想再玩两天的 结果是要提前回去了 好了 现在就导航回家 对 然后雪地模式 等会儿下山就要用拖到环境 不能太危险了 嗯 然后速度要控制的非常慢嘛 慢慢走 雪地模式应该起步不会打滑 就是有点揍 嗯 露灯开着 对 把灯都开着 前后的都开着 前后露灯 这个天呢 是有点恶劣 看一下 反正慢就对了 嗯 慢慢走 雪地模式真起步不会打滑 用运动模式一下就要打滑 对 那天就是 慢一点啊 要找一下这个 出口 慢一点呢 我有点看不清 向左前方前面 哦 对对对 这站 哦 其实这路上也没有那么多了 不过还是得慢慢走 因为可能有些地方会有暗兵 这个路上其实看着就是被清理过的 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是有暗兵的 所以一定得慢一些 这个天气倒是真的挺危险的 一定要把路看清楚了再走 反正下山的话慢就对了 这边弯也挺多的 下了山了就好了 山下肯定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啊 现在山上就完全什么看不见 然后又再下雪 我们划了三天的雪 但今天就没有划多久 做完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我们因为要早点下山 然后呢 就是 今天你的那个板子也不太好用 不太适应那个板子 每天的板子都用的感觉不一样 它长度不一样 我今天那个板子特别短 说说 我们决定自己买一套板子 因为最开始 什么都不会嘛 就没有买 现在就体验了 我都觉得 算是已经入门了 可以自己买板子了 我觉得其实你就是这两天那个板子啊 你划的还没有第一天好的感觉 第一天最好用的 但是第一天那个是最难看的 自己买吧 自己买个好一点的 反正我觉得现在已经找到乐趣了 对 挺不错的 就这两天天气有点太差了 还是第一天好 第一天还露太阳的 对啊 这两天全是这种大物 我们决定到时候可以去这个融创那边去玩一玩 就不用跑这么远的 还是想着明天在成都耽误一天 后天又过来的 但是房车柴暖用不了 太冷了 这晚上就用不了 昨天早上起床就特别困难 现在的 嗯 然后写的过两天还要降温 你这个柴暖必须得弄好才写 其实没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等它油化了 对 这个油 不要放别夹腿 一直运行起来 倒没什么问题 慢慢开 我后面都跟着好的车子 对 都是跟着慢慢开的 因为前面雾有点太大了 一般也不会去超车 过这种回车弯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方向要把握 我全程都是用了破道缓降 没有破道缓降 就是用低档位手动模式 但我的车子没手动模式 嗯 其实有些地方是结到冰的 对 但你看不出来 你不能就是快了跑 因为你突然遇到冰的话 你就完了 就保湿这种速度 因为温度太低了 不过比我想象中好 我在上面的时候 我以为就像停车场那样 全是雪全是冰 现在看起来要好很多的感觉 我们现在已经下了这边 没有雪的地方了 看一下山上的雾 哇 往上面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现在下来就完全清晰了 基本上就是有雪的地方 然后它就是有雾 可能今天也是要下雪嘛 那会我们滑雪的时候也是下了雪的 这种天气它就会下雪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景区的道路 马上就要上国道了 然后走一街就要上高速 在这边慢一点 这个人好像也是走错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 开了三个小时 我觉得今天怀恋的还蛮快的 对对 然后成都这边再下雪 慢一点 我们去屋斯的一个好位置 慢一点 我现在下来帮阿贵看着一点 这个位置是我之前觉得特别好的 因为这边车位比较短 一般不会被挡住 我们之前车门就被挡住 都打不开了 屁股弯有 阿贵要多练习一下呀 这到时候考试嘛 就比较轻松了 你来到谁是吧 来不到 我就帮阿贵看着点 也不给他太多的提示 看看他到的怎么样 没问题 你倒嘛 可以往桌边点 你往后倒也行 往后倒嘛 先躲倒的就行 你今天这个感觉怎么样 其实看不到后面 还是靠你给我指挥 对 其实就是从右边 然后倒车入库过来 就有点不好看的 完全是盲区 然后我记得你从这个方向倒 就完全没问题 从左边 后视镜能看得清晰点 这个拿移车器再微调一下 哈哈哈哈 现在往后面微调一下 哈哈 哈哈哈哈 需不需要把前车挪一下 我们到车上来拿点东西 我刚试了一下那个水泵 水箱还没有解冻 都还没解冻啊 对 其实现在还是挺冷的嘛 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 嗯 我再试一下柴暖 应该是机器没什么问题 估计就是那个柴油标号的问题 对 之前一直用的是正常的嘛 试一下 然后把东西收拾一些回去 这个柴暖 就是它中间 这个应该显示一个那种火焰的标识 它就一直尝试点火 就一直点不燃 应该就是那个柴油解纳了 再试一下哈 完全没想到这个问题 对 但是它这个确实是高原版的 应该不是海拔的问题 看中间那个火苗在闪烁了 就是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又熄灭哈 今天早上有一下也是燃烧了 但是柴会儿他就提示火焰熄灭 我正在运行试一下 因为如果确实机器问题的话 就联系厂家跟我们处理一下 按理说应该不会有问题 前一天用作都好好的 就是我给它重新加了油就出问题了 运行了一会儿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那个柴油的问题了 可以确定了机器没问题 但是我今天去那边三下加油的时候 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他们那边其实都没有那种富豪柴油 所以说以后上那种地方 就一直一直保持这个柴油运行起来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反正有经验了嘛 以后这边把东西收拾一下 拿回去 哎呀好累啊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把它开到五档 再让它运行一下 再确认一下有这么问题不 就是因为这个柴卵 不然的话我们 还可以多玩两天呀 今早上就把零红冷的不行 都不敢起床了 但是也不是柴卵的问题 就是柴油的问题 这个东西以后再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吧 但你从全部出发程度也加不了 都加不到的富豪柴油没办法呀 那真没办法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休息一下 我感觉我现在跟人打架一样 人生都痛啊 我也是 其实前两天没有那么痛啊 嗯 越来越酸痛了 就是放松下来 休息下来的时候就特别痛 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滑雪 小孩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出去吃个算是晚饭吧 夜宵了 时间是夜宵 中午没吃中午饭 对 今天吃了个早中午 我们就直接去滑雪了 现在都快8点钟了 先休息一下 不过这趟滑雪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了 对 等下去吃点沙发